用三天挖空龙岛 哈喽 大家好 我是桃子 今天给大家来表演一个徒手挖龙岛 好的 表演完毕 那今天的视频就到这了 咱们下期见 拜拜 看玩笑的啦 拜拜是不可能拜拜的 这个龙岛这么大 我跟阿里得挖多少天才能挖完 所以咱们今天开个联机房 邀请几位冤种小同事 进来帮桃子挖龙岛 幸亏这个龙岛不是很深 大部分只有两层岛 就把这两层硫磺岩挖掉 露出下面的红色鸡岩就OK 这边的牛圈呀 水楼梯呀 包括农田什么的 这里就先不要挖了 把它空出来 先把龙岛的剩余部分给它挖了 别问我为什么不做蓝图 问就是懒得做 今天就给大家带来一段 沉浸式挖龙岛 其实我还挺喜欢这种挖东西的 感觉非常的治愈 尤其是用少勤劳特长 这我挖起来那叫一个爽呀 就是有点费稿子 你们知道我挖这个龙岛花费了多少稿子吗 我也数不清了 太多了 一个小时这么快就过去了 看一下今天的老诺成果吧 红色部分就是我们挖干净的 差不多有一半了吧 天呀 这么多 今天的小伙伴真的是太难干了 第二天咱们继续 昨天开了六个人 今天开八个人 争取今天把剩下的一半给搞好 今天有新进来的小伙伴 他们是出生在米拉星的 有几个粉方人找不到路了 我过来接他们一下 都接到了 那就通通带回来 给我当苦力 这个游戏自从更新之后 好像变卡了 我挖龙岛的这两天 卡退了好多次呀 但凡卡退了 就会浪费我宝贵的时间 原本以为第二天 就能把龙岛全部挖完 结果并没有 但是今天收到了小伙伴们的投位 给了桃子好多的行行礼盒 小伙伴们对桃子实在是太好了 简直就是以德抱怨 今天已经是挖龙岛的第三天了 剩下的部分其实不多了 主要是那些岩浆小山丘比较难处理 OKOK终于全部搞定了 咱们来到龙岛的中间 飞起来看一下 哇塞 看起来也太干净了 有些地方比较深还没有挖 然后岩浆呢也还没有田 打算先打三龙 打完三龙再说吧 挖龙岛太不容易了 手都疼了 还不快给桃子点个赞 拜拜